大家好 今天是2月3日 星期三 2月份第三日交易天 事实上大市达入2月份之后 已经出现一个先低后高形态 指数直到现在这分钟 是由1日的低位28,382 升至2日的高位29,511 即是两天之内 市是升了1,129点 但我想跟大家说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即是股市后续 如果不能够穿头 时必有机会试底或破脚 说到这件事 我们当然要关注10天和20天线的情况 到底是怎样 事实上直到现在这分钟 指数仍然走在10天线之下 唯独是轻轻站在20天线楼上 简单说 现在行指是在20天线中间 进行一个整固 好像今早 指数先高到57点到29,305点 全日就在29,305点到28,967点之间 走来走去 没有太大的方向感 但我总是觉得 既然市由去年9月25升到今年1月25 升了16个星期 累積升幅有7,067点 不要说波幅跌多少 消化的时间 怎样都要两个星期 或者三个星期 所以你跟我说 现在这分钟 大市调整完 我总是觉得 时间上不太合适 市况竟然不明 大家站住 停手 等一等 我们下期再见